好,那如果你今天有兩個樣本空間 那S是第一個樣本空間的隨機變數 Y是第二個樣本空間的隨機變數 那你就可以把它做平它的成績 然後變成聯合分布 那但是聯合分布怎麼樣子來算它的樣本空間 印射函數隨機變數怎麼定義之類的這些 我們會在這一張看 那我們表示的符號是PSY 有時候我下標就不寫SY 因為知道PSY就好 那PS等於SY等於Y 那大S就是那個函數 函數印射完那個值會等於小S 那大Y也是一個函數 印射完之後會等於小I 那當然它既然是機率分布的話 那它就要符合機率的條件 第一個所有機率要大於0 大於等於0 不可以是負的 第二個 所有的 所有的 樣本 聯合起來的機率會是1 那這個是聯合機率密度函數的必要條件 那這裡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表示符號我們通常用PSYSY來表示 必要條件就是大於0 然後呢 積分或者是累加 如果是離站的話 就累加 如果是連續的話 就用積分2等1 然後呢 這個 在某個範圍之內的機率 就可以用積分A到B C到B表示 那請記得這個積分呢 這個C到D是指哪一個變數 是指Y對不對 因為Y在裡面 裡面的線 所以這個C到D是指Y從C到B 那S在外面 所以S從A到B OK 所以你要看它的對稱順序 來看到底是哪個變數先 好 那邊際密度函數 就是說 在聯合的情況之下 聯合機率密度函數定義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定義只有單變數的 只有單變數的 就是把另外一個變數的機率全部加裝起來 另外一個變數的所有可能的東西 通通都加裝起來 就變成單變數 那為什麼叫邊際 就是如果你做一個表格 然後加總 你就會寫在那個頁邊邊 所以叫邊際 所以叫margin 那所以如果是我要算Y的話 那我就把S都加總 要算S就把Y都加總 那如果是連續的話呢 連續的情況 當然就不是加總 就是積分 就是把那一位給積起來 那聯合分配 這類當然也會有期望值 就是說 E of HsY 請注意這裡 又要再做一次映射 那本來是E of S 或E of Y 或E of G of S 現在變成E of HsY 那它的定義就是 sigm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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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的情況就把加總改成積分,記得順序 裡面的先積,再積外面 那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要算S的期望值 我就把Y先加總起來,然後做期望 在S再做加總,然後去算S的期望值 如果要算Y的期望值,那這裡有寫錯,應該這邊要寫Y 所以我要再改一下 如果連續的話,就是對S的期望值,就先對Y積起來,再乘以X 然後Y的期望值,就先對S積起來,再乘以Y 先對S積起來應該是比較好,再乘以Y 我這邊Y按X,應該要反過來 那這種是聯合分布的情況,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什麼叫聯合分布 比如說,我投一個骰子,再加一顆銅板 我投一個骰子,再加一個銅板 這兩個樣本空間是不同的吧 但是我可以把它變成,樣本空間變成多大呢 變成6乘以2 骰子是6面 銅板有兩面,樣本空間就變6乘以2 就變12 那如果我今天呢,是投一個6面的骰子 再加上一個10面的骰子 那樣本空間應該是多大 60面 有60種可能 那當然如果你投兩個骰子,骰子有編1號2號 那樣本空間也是6乘以6 就是36 所以這個只是樣本空間可能會擴大了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有了這種 兩個變數的情況 兩個隨機變數 兩組樣本空間的情況 或者是單組樣本空間 兩個隨機變數的情況 你都可能可以計算 共變因素 剛剛我們算的是變因素 就是VAR 現在算的是共變因素 COV 那COV 我們通常寫成這個 綠碼SY 等於Provalence Sy 然後它的定義就是E 就是 S這個隨機變數等平均值 就是其餐式 S減掉μS 就是S這個樣本減掉平均值 每一個樣本都減掉平均值 去整理Y這個每一個樣本減掉平均值 S的結果 那 基本上它有一個定理 跟那個變因素很像 只是它COV SY 就等E ofSY 減掉E ofS E ofY 這是 在共變因素上的一個定理 那如果今天呢 它兩個相互獨立 相互獨立的話呢 那E ofSY 就會等E ofS 所以它的共變因素就會是0 因為E ofSY等這個 它兩個相減不就0 好 那這裡就可以再從共變因素再定義一個叫相關係數的東西 因為共變因素呢 它的值會隨著你的樣本數增大了增大 那所以呢 如果我把它再除以個別的那個S的變因素和Y的變因素的成績 然後開根號 這樣就可以把它標準化 那這個標準化呢 就叫做 correlation 就是相關係數 那常常我們會用相關係數來判斷說兩個 兩個分部到底有沒有相關 那有相關的話就是不獨立 那沒相關的話就是獨立 OK 那沒相關就是相關係數之0 有相關的話相關係數可能會是 比如說 絕對相關那就是1 絕對負相關那就是不1 那有時候就是有一點相關那可能是0給5 有一點負相關可能是不0給5 OK 這是相關係數 這個寫錯了 這個 這個 我不要簡單 OK 那 OK 所以 如果 如果 Y是等於Beta0加Beta1S Beta都是產數的話 那它的相關係數會是1 我們可以用R來驗證一下就會知道 例如說我S等於從1到10取10個樣本 它就會得到像這樣子 那 我如果算X跟X加1的相關係數會多少 答案是1 你想想看合不合理 S跟自己的相關係數就會是1 因為是絕對相關 那跟加1呢 一樣 它有一個絕對的線性關係 所以還是絕對相關 如果 如果 是跟-S座相關係數呢 答案會是絕對-相關 -1 如果跟0.5S座相關係數呢 答案還是會是1 因為它只是 斜率不同 但是它的相關程度還是百分之100 那 如果是-0.5呢 答案還是-1 所以 你也可以取100個 取1到100 然後10個樣本 那 再取它 剛剛那個S 10個樣本 跟1到10的10個樣本 跟這個1到100的10個樣本 取相關 因為它兩個是不同的sample 函數所取出來的 所以照理講應該無關 可是你計算出來不會絕對是0 因為總會有一些 一些就是 雜訊存在 所以呢 它計算出來是0.06 那基本上也就是-0.06 OK 然後呢 S加 S好了 印出來 S加1 你可以印出來 是不是每一個都加1 對 每一個都加1 那 兩個的相關係數是1 你如果仔細照那個相關係數的公式去算一下 最後也會算出1 OK 那如果呢 是這樣呢 -S加1 兩關係數會是-1 那 -0.5 乘以S 再加1 也是-1 那 0.5乘以S再加1 那 還是1 如果我用一個Y 它等於 我用一個Y 它一樣喔 就是 同樣的 sample抽樣 Y 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 你去計算 它S和Y的相關係數 因為這兩個基本上 是獨立的 所以照理講 應該相關係數要很低 -0.6還蠻高的 那為什麼會很高呢 可能因為 sample 我沒有取 我沒有取那個 replace sample如果取replace等一處的話 它就 就前後比較無關 我們再試一次 我用s 但是也不一定喔 有可能是 就是replace 就是取後範圍 s 然後呢 y replace s y ok 好 那你們就看到 好 那我們看 s y 0.03 所以 就比較低了 因為剛剛沒有取的replace 一處的話 就比較高 好 那你如果多一點的話 可能 就會 也可能會更多一點 那就是說 要分多一點 那你會看到 ok 這確實是相關係數 就是 計算上 如果你要用手算 很麻煩 但是你用手算 是很快 好 那這邊各位可以試著 待會去做做看 我們先把它講 另外是 多變數聯合分布 那 它的 條件機率 條件機率就是說 在某個情況 某個東西出現的情況之下 另外一個出現的機率 那 如果 它滿足這個條件 就代表這兩個 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 和機率 機率 盤數是獨立的 是獨立的 是獨立的 那 如果 還記得我們有講過 配式定理 配式定理 P of A over C 這等於 P of COA 乘以P of A 所以P of C 那 但是呢 在多個變數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變成這樣 P of A 點 B over C 等於 P of C A A A B 乘以P of A B 乘以P of C 這是多變數 多個隨機變數的 配式定理 那 如果你把B 往後 那 又會不一樣 那如果有四個隨機變數 那就會更複雜一點 那 其他情況其實 你都可以套用單個 隨機變數的配式定理去 去 類推 把它先群組一下 然後再群組一下 然後再群組 就這樣 那 條件獨立和配式定理 就是說 什麼叫條件獨立呢 就是 如果P of A B over C 等於 A over C 乘以P of B over C 這就稱為條件獨立 這樣 成為條件獨立 在C出現的情況之下 A和B 是獨立 C出現的情況之下 黑暗B是獨立 這個算是 條件獨立 當然它也可以用 Base定理再套一下 那 這裡就看到 OK 如果是兩個樣本空間 聯合的話 那就 就會變成S乘S S乘S 如果是兩個不同的樣本空間 那就變成S乘S 分佈 S乘S 然後呢 用邊際機率密度 就是把另外一尾加起來 就可以算出 只有在意變數的機率分佈 那 通常你在選擇的時候 樣本空間 如果你可以 縮小 就盡量縮小 太大 你就會 很難算 譬如說 我丟 三個骰子 那樣本空間 是不是六的三四八 那如果丟一百個骰子 那樣本空間不是六的一百四八 你要把它全部列出出來嗎 不可能 那這時候 你就一定要靠某些特性才能算 什麼特性 你就說這一百個骰子是獨立的 那我就很好算了 一百個骰子是獨立的 那我就從 第一個的機率 乘以第二個的機率 一直乘到 第一百個的機率 乘減就好了 OK 所以 當你把樣本空間 可以盡量縮小 用獨立性 去拆解的時候 你就不用 列一張 超級無敵大的表彈 那你就可以 很容易算 但是如果你 一旦沒有辦法 有獨立性的時候 那你要盡可能 做條件獨立 盡可能做條件獨立 像這樣子 就是說 我知道 A跟B可能沒有獨立 但是A跟C A跟B在某個C的情況之下 是獨立的 我們去找這個 這個C的條件 那就盡可能的讓它 拆解成獨立的行為 那這種就會引出 後面有一些 比較高深的程式 很多是這樣做的 像 背試網路 背試網路 它就是給你一堆 條件獨立的機率 然後你就透過這樣子的 成績去運算 它最後算出來說 某個情況的機率是多少 那如果你知道 每一個情況的機率是多少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 預測 就是說 舉個例子 你家如果有抓那個防盜鈴 防盜鈴有可能被誤處 有點壞掉所以一直想 那 如果 你家旁邊有個警察局 那警察可能經過你家 剛好碰到 某小頭 那 到底你家安全的機率有多少 那你就可以說 那我有抓防盜鈴 而且警察局在我家旁邊 的情況之下 那 我家安全的機率有多少 我可以算 而且呢 如果今天防盜鈴響了 那機率 某小頭的機率有多少 我可以算 那 如果今天防盜鈴 沒想 那 有小偷的機率有多少 你也可以算 那 那 今天有一個警察過去跟你回報說 沒有小偷 那真的沒有小偷的機會有多少 有警察過去跟你回報說 有小偷那真的有小偷的機會有多少 還是那個警察就是小偷 那不一定 那 所以 你要看 就是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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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 根據那樣的機率模型來計算 那這種多個變數的 在電腦領域裡面常見 而且 通常很好用 通常很好用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看到這裡 已經把其中考的範圍全部講完 那各位 稍微看一下 臉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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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臉的分布 我把它接上來 好 OK 那各位稍微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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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